再跟各位老老女科啊 是这样前两天呢 应该是昨天吧 拜登老师跟咱圣上啊 他通了个电话 这种电话吧 其实是早就有安排的 不是说今天我已高兴 拜登老师拿起电话来 圣上您就是大概应该这么说 您又有什么方向可以给我们指一下的 对吧 就跟自己拿着指南针似的一敲 说哎 你又指哪 你指哪 你指哪去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不是说临时这样的一个 他应该是早就有安排 应该是在去年的 去年的军金山会议之后 会议之后呢 就已经有这样的这种定期的这个时间 比如说半年之后啊 我们要有一个跟进呢 我们因为毕竟会晤以后嘛 我们看看我们会晤的这些东西 谈的这些大的框架 有什么往下继续跟进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应该来讲实际上而言上个月就应该有这个有这个电话 会议但是呢 好像是没有结果呢 现在呢 开始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会议是因为最近呢是有一些事情将要发生 比如说吧这个关税这个问题就可能要可能要继续的往下走 到底美国会不会把这个关税整个的再提升 比如说他的那个电动器电动汽车那就EVA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把关税提起来 这是一个美国这方面关注的重点 二一个呢包括像那个TikTok这种事情的出现 那到底是怎么会怎么样 因为前两个月众议院应该已经整个把这个通过了 然后呢拜登本身呢也表示 拜登老师呢说了 说如果参议院通过了 然后摆到我案头 我会签这个协议签这个法案 那就是说TikTok这块呢 其实以TikTok为代表的 那渗入到美国的这些中国的可以影响美国某些层面的东西 那都有可能遭遇这种情况 所以呢 那咱得聊了这事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再过几天 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台湾的这个台湾的总统的就职 已经开始临近了 那就是演说里呢 会出现什么样的字句 然后王下 因为你 因为赖清德王下这个 接着执政这些年 就是王下这四年 他到底走一个什么路线 他的期待是什么 或者是他的这个愿景是什么 那肯定的来说 他要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说清楚 对吧 你虽然就职典里不是一个说 整个师胜方针 或者是其他一些具体的东西的一个场合 但是呢 他必然会有一些特别给那个要说出来的东西 否则的话 他选干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事情都摆在这儿 那中国呢 在这段 中国大陆在这段时间 又 又很多的摩擦方面 又升级 对吧 所以呢 拜登老师呢 就赶紧给咱 给咱 给咱圣上啊 说 您要不给那个 给咱中美关系 再指引一下方向 那为什么是鸡同鸭讲呢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两边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首先第一个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看他们通稿用的这个词 他们用的是坦诚和建设性的 原来呢 我问大家那个 就是说过一下 说比如说 呃 外交场合用的这个词 都是到底背后什么意思 大概像这种坦诚和建设性的 坦诚这个词大概如此啊 就是说呃 大概互相对骂 就是呃 你个臭傻逼 大概就是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视作为 就是说互相对骂 呃 拍桌子 然后呢 就是说 你个臭傻逼 你为什么是这么 你是这个得应的 对方说 你他妈才是臭傻逼呢 然后这个 你为什么是这个得应的 嗯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比较坦诚 这这就是比较坦诚的 那建设性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我们把实话都说出来 就是我的 我 我所 我所 关注的是什么 我所希望达到什么样的 这种水平 我会 我的这个 这个有一些限 我是不能动的 那 这方面互相已经开始 拍桌子 互相骂傻逼了 然后呢 这个又 呃 我们叫坦诚与建设性的这种交流意见 到最终的时候 就发现两边的这个感觉 就是两边互相之间的这个侧重点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中方这边呢 就是这个 你不 你可 你不知道他所有的整个的那个过程 因为没看那个 他只能够有一个节选 那就中方呢 你只能看他通稿 中方通稿呢 是说呢 呃就是说 指责美方 说你这个呃增加这个什么呃叫什么 消极因素 对吧 呃你这增加这个消极因素 包括TikTok 包括这个呃对台湾的这些这些支持啊 呃包括科技上的这个封锁呀 是吧 呃就是你在这方面呃已经快踩到我这红线上了 对 当然了咱中国这红线不是我说了吗 一条一条往后画画最后都成红地毯了 拜登老师踩红地毯就过来了 哎 然后看上上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中国这一方面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啊 首先第一个是那个台湾问题 对吧 因为台湾问题呢 是中国现在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就是外交上这是最大的政治 其他的东西都好说 哪怕你吃亏什么的都没所谓 但是台湾这块 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说跟你这叫这一劲 你比如说像立陶宛 嗯 他跟那个大事什么大事关系啊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他用这种模式 那中国就直接就疯了 对吧 你就就看着他跟几乎就跟戳了废管 在这满地乱蹦啊 满地打滚 大概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 所以呢 这是中国第一关心的 第二关心的是什么 第二关 中国永远是政治在前嘛 就是第二个关心是经贸问题 那经贸问题 说白了就是 你到底还想不想我开放这个市场 或者是说我的公司 甭管它是背后有什么样的这种背景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那你要你是要真正管控我 还是要给我进行一个高的关税 然后或者是说让 必须要求你卖出 对吧 否则的话 你就不能在我这经营 就这些东西都已经开始在这 在这中国坐不住了 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这事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科技问题 科技问题就是我们知道 像包括像这个光刻机 对吧 极深紫外光的这个光刻机 提升 我不能让你 你现在断我的货 这不行 然后呢 包括已经买过 买到手的很多的这种 就是包括高科技的这些东西 因为现在高科技很多东西吧 它是可以远程给你锁定的 就是即使是你能够破解 但是呢 你后续的很多的这些材料 包括你后续的维护保养 这些东西中国做不到 你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说你一旦说能够 能够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 你能够维护保养啊 或者怎么样的 你基本上离造出来 就不远了 对吧 问题是你不可能 你做不到 那怎么办 那如果现在是 因为头一日子 我们都看到了 跟那个荷兰的首相 也会面了 对吧 那是不是能够达成 中国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是没有达成 这个很简单 没有达成 因为荷兰那边 就是阿斯迈尔这些地方 他一定会首先考虑到的 是自己整个同盟 这边的地位 那我是到底跟哪边站 对吧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美国得罪死 或者是说我整个同盟 这一块我得罪死 那如果不是 OK好 那我就只能够说 对美方的要求 那我需要把这个 做出让步 对吧 因为你毕竟中国 你只是个买家 那像这个 像美国 或者是像包括日本 包括怎么样 它是一套非常庞大的产业 其中很多的专利 包括其他东西 因为阿斯迈尔它东西很多的 还都是在它的专利 或者怎么样 那授权 还有它整个的周边 比如说光刻胶 这些东西 都是整体的西方世界的这些国家 他们在进行供货 然后如果你不 中国只是买 它在这个技术上是没有任何对它的贡献的 你贡献的只有一个市场 一个钱 那这个市场我要去 我要去其他地方 我知道 因为整个世界都需要这芯片 对吧 OK 那我到底是要的什么 我是要你这一块这个市场 我还是要整个的市场 和我整个的技术供应链 这很简单的一个选择题 对吧 所以呢 荷兰很有可能不会说 在这个中国的这一块 向中国让步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那科技这一块 是中国非常关心的 所以你看啊 中国的是首先第一个他关心的是政治 第二个关心的是眼前的经济 第三个关心的是未来的科技 OK 这是中国的排序 对吧 所以说呢 他说什么不能听之认知啊 不能做事不管呢 就反正你听这种话 在外交领域里说出来 即使像中国这样 战狼一波一波的 跟他妈的那个 跟一群狼狗是冲出来这种 或者是说哈士奇 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 甭管他是什么了 雪拿瑞啊 或者包括怎么样 然后呢 他冲出来 但是呢 他实际上 他用的这些词 还是就说 你已经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不温和了 可以这么说 那像这样的话呢 美方通 美方跟你关心的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领域的问题 就是他也 知道你关心这些 但是在美方看来 这些东西 重要吗 重要 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美方关心的是什么呢 关心的是禁毒 对吧 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玩意儿 那个东西的前提 那你输入到我国家 芬太尼 芬太尼这个前提输入到我国家 然后呢 这个是你应该怎么办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军事沟通 他认为说 正非常非常简单 有两个地方 就要需要这个军事上的沟通 第一个 台湾这块 你不要动手 对吧 不论怎么样 不要动手 不要改变目前台海的局势 这就足够了 我们双方也不要擦枪走火 比如说 那这块突然一下 就是都克制 别到时候突然一反击 一应击 那是个猫似的 应击了 夸着毛全立起来 忽然直接就冲上去了 打起来 这不行 这是军事沟通 这一块 如果没有这种军事沟通 对于美国而言 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如果要是说 突然一下 没有一个良好的 没有良好机制沟通 打了第一枪 甭管谁打第一枪 或者怎么样 那都会造成一个 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只要是卷进去了 那大家能停下来的时候 就非常少了 因为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说 说我们坐下来就能沟通了的 就像武昌起义似的 对吧 武昌起义其实是一个 应该说一个误会 各位可以去看看这条历史 说实话 那真是一个误会 否则的话 真的不太 那个时间 虽然说 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起义 然后怎么样 但是是不是那个时间点 或者往后拖几年 这都不好讲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 突然突发的这种事件 必须要进行军事沟通 还有一个美国关心的是什么 美国关心的是 中国对于俄罗斯 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情 然后它的背后的经济 以及政治上的支持 那比如说有这个 前段时间 前两天说 200亿美金的这个 是什么虚拟货币 还是什么东西 给洗钱的这种东西 输入到俄罗斯 那像这样的 还有中国的这个 隐性的这种经济上的支持 比如说大量的这个卡车 运输的卡车 包括其他的一些制造 制造枪炮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的这个原材料 对吧 这个给去给到 给到俄罗斯 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我们可以沟通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气候啊什么的 这个东西说实话 美国 因为我也不在美国 我也不太知道 美国人对这个东西 总会会有如此大的兴趣 我觉得美国对气候问题这么关注 一个是科学上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关于政治上的原因 因为气候这件事情 很多就是一个碳排放的问题 对吧 碳排放的问题呢 那削减这个碳排放 就大家有这个 有各种各样这个 这个限制 然后呢 其实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压力 还是蛮大的 这是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包括人工智能风险呢 就大家合作 这些东西这就是这就是都是小事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们两边实际上而言 是基通压奖的 就是中方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美方看来 已经是有定论的问题了 就是甭管是台湾 还是这个台湾问题 经贸问题科技问题 在美方全都是有定论的 就是你 你再怎么说 对吧 我是不会动的 我该军售要军售 我该去美国大兵驻扎在那 给你教你怎么使武器 我是怎么使用武器 对吧 我该怎么跟你沟通 跟你怎么沟通 所有的东西 你再往前 你一步都走不了 我这个线 就是美国也画红线 那美国的红线画得非常死 他没有说 往后退啊退啊退啊 变成一道红地产 对吧 等咱圣上也摇一摇一摆 那么走过去 没有这种事 他就是画在这 你这是定论了 你再怎么说 没有任何意义 那包括像经贸问题一样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 就是我跟你软脱钩 我就是把你从整体的 西方的或者说世界上的 你自己去开发亚非拉 没毛病 对吧 但是我在整个发达国家 整个供应链当中 我要把你踢出去 或者是说你从第一供应链 供应供应者变成了第二供应者 第三供应者 你可以你不会再拿这种供应链 来卡我的脖子 这我肯定不能让你再干了 这也是有定论的 科技也是有定论的 你不要想了 我绝对不可能会把这个 尖端的这些科技 再像原来似的输入到你这里了 而且是从根上要断你这个 就是包括像这个 不光是包括设备 还有包括所有的基础研究和技术 对吧 我都会都会卡到你 那你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呢 美方其实完全不关心中国的 在这边的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理解这事吧 不关心你 他关心的只有一个 就是现有的国际框架 包括我走的路线 那尽量不要走到什么 不要走到军事对抗的这种程度上 就不打仗 不打仗 不发生冲突 不发生热战 就完了 然后其他的 你愿意跟我合作的 OK好 咱们合作 如果你不愿意 那也就没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中方跟美方 两者之间 你看他的那个 就所谓的这个 通稿和摘要 他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原因 因为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已经被美方给看死了 对吧 就这么简单 不可能再说让美方进行后退 尤其是今年还有一个就是说 今年往下的这个时候 那美国要投入到这个新一桌大选当中 川普应该如果没有太这段时间补出太大问题的话 那川普依然跟拜登是一个对手 这两个还是打一对手局 不过这个东西 不过这个东西其实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可就是可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和川普上来 这个东西他对中国的政策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他遏制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包括经贸包括科技 这些脱钩啊 这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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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建起这道防火墙啊 他都是必然的事情 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区别 他只是程度不同和这个玩的方式不同 川普呢有点这个比较愣 就是上手就是刚机一共的就歇过来 对吧 但是呢这个效果呢不一定多好 拜登呢属于这种老谋深算 在这个整体的政治圈里啊 他在包括像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程序当中啊 他是一步一步走 他最终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围棋高手似的 他是最终你看着不怎么着 但是他全给你堵死了 把你的路全堵死了 用这种模式呢 去把整个中国这一块的这个包括经贸 包括科技给你扼杀在这里边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一种一种模式 这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一个合格的老政客 他干出来的事情 所以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就是美国这两党之间 他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他你比如说他各种各样的分裂啊或者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来讲对于中国这个政策 这两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你像这个对于这个TikTok这块这个东西 那你说那个在中医院投票的时候 你自己看啊 那投票结果在这搁着呢 两党之间有什么有有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呢就是说你等着他们这个拜登老师或者是败选 或者是川普上来会有什么好事 没戏 至少对中国来讲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在当时那个川普刚那个就是第二次竞选败选的时候 之前我就说我说这个没有区别 拜登只是他会更用更好的这种 或者是说你把说更有手段的模式 更更符合程序化的这种模式 一点点把你这个东西弄掉 川普就是更猛一点 这这能有什么大区别 对不对 大概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美国对于自己的国家安全 他已经划定了这些线 他是不会动的 所以呢 就一定是要那个采取 就是按美方的说法 说法呀 就是采取必要的行动 就是说白了就是国家安全这个行动 也说白了就是一种软脱钩 就是渐渐的这种脱钩 不会一下脱掉 所以呢 像这样的这种电话会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就是最大的作用 就是大家就说白了 把桌子都拍过了 把自己都亮出来了 就是坦诚而有建设性的 建设倒是不一定看得着 反正够坦诚的 就这样 然后呢 在那之后呢 会有这个安排这个 包括耶伦呢 布林肯呢 接着去访华 对吧 也是这种走这种程序 美方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已经是既定方针 但是要保证一个前提 不发生热战 互相之间的这个冲 管控这个冲突 不会导致双方直接的军事对质 或者军事 军事较量 那只要没有这个 无所谓 对吧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所以在耶伦或者布林肯去访华 这回王夏这几个月 访华什么的 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只不过会把这些所有大的框架 这些话 重新说一遍 美方不会有任何的东西 会后退 也不会有任何东西 会要给到中方 让你们能够有好处 因为从竞选上来讲 从竞选的策略来讲 对中方态度强硬 是一个加分享 只能是加分享 如果这个时间点 美方就是拜登老师 如果他要是有对中方 有任何的妥协的话 他本来就不是很乐观的选情 只能够更加的不乐观 所以就这段时间 你想都不要想 这些东西全都是鸡铜鸭讲 全都是废话 没有任何的可以缓和的可能性 大概就是这样的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瞎车击军